新北市有位机车骑士没有戴安全帽 警方要取缔 他不停车继续地往前骑 冲撞了安坑轻轨站的分隔岛 还滚到了轨道上 幸好当时没有列车通过 不过怎么会骑到失控自摔呢 原来他酒驾 机车又转后骑得太中间 撞分隔岛 男骑士跌下来又滚一圈 他在躲警察却躲到自摔 远警一看他出事 立刻冲过去管切 没多久支援警力也到 围捕现场就在分隔岛里面 地上铺了铁轨是轻轨站 摔车地点就在更新的安康运区站 由于这里的后车站设计 是采用中央路郎式 跟平面道路的路口之间 只用分隔岛阻隔 所以摔了骑士就一路从站外 滚进站内最后停在铁轨上 幸好当时末班车已经过了 才没有进一步引发事故 机车骑士在朋友家喝五罐啤酒后 没休息骑回家 在安康路被警方盯上 不配合拦茶 逃了四五百公尺就自撞车祸 九侧值0.8 触犯公共危险罪 警车追捕过程中 酒驾骑士多次跨双簧线 逆向行驶 骑一骑还忘记要再拿转弯 直到摔车前一刻 从内侧车道直接右转 也是乱骑一通 全长7.6公里的安坑轻轨线 36%是平面路段 有四站设置在安宜路的中央路廊 类似公车站 乘客不需上下楼梯 在平面道路搭车 发车时间是清晨六点到深夜十二点 而酒驾难摔进去 接近凌晨一点 如果说他今天跌入轻轨轨道的 这个时间点是 还有车辆在行驶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会犯 刑法第184条的 防害舟车往来安全罪 对因为那个这样的话就有危险性嘛 如果说他是故意的话 是罚三年到十年 那如果是过吃的话是两年以下 酒驾自衰男子遭法院判刑 六个月 警方会注意到他是因为 没戴安全帽 这比做贼心虚还超过 做了贼还不低调 记者刘松林无上线 新北市报道